周董统治华语乐坛数十年 可谁能想到那些广为传厂的单曲 竟都是当年的亚军 但到看到童年冠军金曲时 不得不承认周董的确输了 今天就带大家一口气看完 2000年至2008年 一年一首巅峰时期周杰伦的亚军单曲 PK冠军单曲 你觉得哪一年周董输得最冤的 2000年 初初忙碌的周杰伦 带着他的手砖横空出世 专辑中的龙卷风 本是他写给吴宗宪的歌 却惨遭退回 于是周董就自己唱 没想到竟然引发乐坛地震了 而童年的梁静如则凭借一首《勇气》 火遍大江南北 歌曲不仅成为了梁静如的成名之作 还荣获了当年的冠军歌曲 2001年 周杰伦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范特希》 这张专辑在当时是火得一塌糊涂 其中专辑中 《爱在西元前》 《双结棍》等等 火遍大街小巷 然而 众望所归的周杰伦 却败在孙燕兹命下 孙燕兹评这一首《天黑黑》 横扫乐坛十几个奖项 让周杰伦再也凑不起 大满贯啊 2002年 周杰伦发行的专辑《八度空间》 其中专辑里的半导铁盒 还荣获了当年港台十大金曲 而在这一年 李盛杰一首《备胎神曲》 《痴心绝对》 横扫了各大KTV排行榜 同时也成为了那一年 华语最强金曲 2003年 周杰伦一首融合古典易近的 中国风歌曲《东风破》 《风靡华语乐坛》 该歌曲还获得第四届 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 而这一年周传雄一首《黄昏》 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冠军歌曲 即便这一年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 但是周传雄依然可以脱颖而出 昨见这首歌的优秀啊 2004年周杰伦发行第五张专辑《七里香》 专辑中的同名主题曲 还获得了第十一届 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年度最佳歌曲 《七里香》很棒啊 只可惜碰上了林俊杰的《江南》 2004年可谓是百花齐放 但是林俊杰的一首《江南》 打破了这一切 惊为天人的演唱 直接让歌曲问鼎年度冠军 夜曲一响上台领奖 2005年周董一首夜曲《血洗花语乐坛》 这首夜曲还未誉为经典中的经典 还成为了周董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而童年的冠军单曲则是光亮演唱的童话 在那个彩林时代 这首歌创造了传奇呀 一曲拿下21项大奖 并成为当年现象级神作 2006年周董发行专辑依然泛特希 彼时的周杰伦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嗓音条件也是数一数二的 专辑中的一首《菊花台》更是备受追捧 曲花残满地上 你的笑容已分枉 花若人断肠 我心事紧紧藏 被绷乱也围扬 你的眼子剪不断 除了我孤单在无眠 而这一年张寿涵以一首《隐形的翅膀》 打入两岸三地的音乐市场 温暖的曲风 励志的歌词 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年度冠军歌曲 2007年 周董带来了中国风浓郁的青花词 歌曲一经发布 便迅速占领了当年的热门歌曲榜单 热度持续几个月都没有退散 因为火爆的人气 后来还登上了春晚舞台 而这一年 陈玉兴一首《爱情转一》 凭借超高的点播量 问鼎了那一年的年度金曲 2008年 周董为《汶川地震》创作了 《鼓舞人心的道香》 歌曲自发布以来 激励治愈了无数人 是很多人心中的 治愈歌曲第一名 而同年的北京奥运 重新合唱的《北京欢迎你》 也更是称为当年的爆款神曲 全民传唱 全民参与 当之无愧的年度神曲啊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地震 流动中的美丽 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幻土地双心 深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